今次又是歡迎大家收看Jody Crystal Shop裡Crystal拍的短片 其實今次不是要銷售東西也不是要做什麼特別示範 其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也挺喜歡去沙沙這些商品去買東西 因為這些產品有保值和信心的保證 我這支和這些洗甲水也是在沙沙購買的 最近我上兩個月就在沙沙購買了這隻新的Rose洗甲水 這兩支我用開的就是用這隻 但是它的味道就叫做很強烈 而且因為我剛剛今天太無聊 不小心撒到指甲油在手上 那我就試過用這些的這隻東西去洗 就脫掉了一點點 那我就嘗試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還能不能洗得更強烈 那你最初呢 因為皮膚就會涼快 那之後呢 那我就不停擦 擦掉一點點的 就不會很強烈 但是呢 因為呢 剛剛呢 我用紙巾了 不停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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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也是 那個效果仍然還是一樣 那呢 那除了皮膚 那我也想嘗試在紙巻上 看看這些 是否真的那麼厲害 還是 什麼 只是這個位置才可以的 那呢 那我們就 用盖子把一些水倒入,大家应该会看到有些水,然后倒入 然后可以用粉仿的水,让它滲透 很明显看到这个位置有些黄色 其实可以和大家介绍,这样的示范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些水甲水除了在皮肤里面不太合适之外,在纸张里也差不多 其实纸张和皮肤的差不多 那之后呢,我除了要分享原子甲水之后呢,我就要分享这枝东西 那其实呢,这枝东西有什么那么好呢? 那那个Sales就告诉我,那我就去年买的 那还有少少未用净,就用净了 那其实他就告诉我,是防着斑的,那其实和防晒差不多 我就觉得它和这些手霜呢,差不多 那为什么呢?那我就可以在这里做了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看 那我就用剩了很少 那就是这样多多,那之后呢,那大家就可以尝试在皮肤上尝试一下 那其实呢,它塗下来的效果呢 就是跟,叫做,跟那些,跟那些,叫做什么呢? 跟那些,叫做什么呢? 跟那些,叫做防晒没有什么分别 那呢?塗完下去之后呢,会见到浸浸一浸浸 这两只手是比较高出一点的 油,很油,但是我们再试试一下 然后再砌一下 之后我又拿回这只手用在这个位置 这样搅拌一下 之后就做一个对比 其实跟hand cream没有分别 控油出度是这么多 这个范围其实比较油很多 然后用hand cream 油一点的hand cream 我们就可以打一下 暂时来说它是黏住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盆盆去搅拌一下 看看纸里面是如何 其实就不想用盆盆 因为是干净的 之后我们就可以不停地搅拌 开始发现 其实呢 搅拌了这个 就是这么大的分别 然后用手 这样搅拌搅拌 搅拌搅拌 搅拌搅拌 搅拌 搅拌 然后到hand cream 你会看到好像濕了一片 然后我们再用hand cream 不停搅拌 搅拌 也有一些太多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刮一刮走 这样刮一刮走 然后呢 就可以 然后呢 再拌 那大家就 其实呢 这样就已经看到 这个情况了 可以看到 它和hand cream的情况 差不多 但是呢 它就没有hand cream那么油 叫做 因为你 因为你 当你呢 用水 洗的时候 那之后拿水 那我手又刷 那之后呢 那我搅搅搅搅搅搅 搅搅 搅的时候呢 搅到一张纸上 那其实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那它呢 就说 踩在面上 那我又觉得挺好的 可以 叫做 可以当是hand cream 那样搅 但我又觉得 其实 这枝 它说在面上 那因为它有 SPF 30 那其实全身都可以 但是呢 我就不会主张 在夏天太晒的日子 用 我就会 塗回防晒 好 但它可以在晚上 晚上那时候 即是黄昏 按黄昏 那时 就塗下去 那就叫做 OK 那 今天的时间 又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